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有意争取蓝营提名下届新北市长选举的前台北县长周锡伟, 经接受网络直播专访时批评,令明被外界看好参选新北市长的现任副市长侯友宜专业历练不足, 认为他没有当过行政首长,更没有真正接受选举的检验,因此侯未来会面对更大的挑战。 周锡伟今五接受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网络直播节目罗市长战风向专访时指出, 他参选新北市长并非放不下权力,是因为他对城市治理有很多想法, 想要去实践,将来参选也会舍弃过去传统党部组织的方式, 至于是否担心年轻一辈接棒的问题,周锡伟则说自己有能力,因此不会担心。 针对目前侯友宜民调领先仪式,周锡伟则说他希望初选制度是公平、公正与公开, 且民调与选举结果是两回事,选举不是初选赢就好, 是要选赢之后也要把市长做好,虽然目前名条落后,但面对选战他仍然保持信心。 周锡伟也强调他认为选举不要依赖政党,而是要让政党来依赖, 这角度就能看出他不是来乱的,他也呼吁国民党该跳脱过去老旧的思维。